咦 儿子 万圣节马上到了 我看你很淡定啊 年轻人不能这样 走起来 爸 算了吧 我还有好的作业没写呢 儿子 你不对劲 过什么万圣节呀 我们班每天都在过各种各样的鬼 就比如狗袋天天cosplay色鬼 嘴天四密巧识如黄 谎话连篇 他对班里所有女孩子都说过我爱你 各种甜蜜语烂手于心 特殊情况下各种都市轮流发 他们还离谱了 还被评为我们学校的表白之星 最后还真的就跟隔壁小花在一起了 他成功从色鬼变成了死鬼哦 这个cos我可以安排一下 爸 别闹 我妈一个过前摔也就真的是死鬼了 我们班铁牛是个讨人厌的剧透吸血鬼 天天在班里嘴巴观影 热衷猜谜 从电影一开始就不听剧透 记住这个路人 他是最后的大boss 我跟你说他是卧底 哎呀 这个还记得他不 哎呀 他就是刚才那个 搞得现在我都不去电影院了 直接听他讲的完事了 这不挺好的吗 省了看电影的钱 多买点学习资料 你要默默努力 然后经验所有人 还有几个女同学 她比较擅长cos名媛燕鬼 燕鬼 是我想的那回事吗 嘿嘿 爸 我妈傻过来了 哎呀 是不是玩不起 你说的这个燕鬼我懂得很 他们的必杀即逝 老娘跟你拼了 20个人拼一顿利紫卡尔顿 双人下午茶 直动手不动嘴那种 40个人拼 宝格力酒店高级逃房一晚 反正今晚谁都别想好好睡个踏实觉 有时候丝外也要拼一拼 拼兮兮的出现 真是为这些名媛做出了最完美的表率 因为万物这个拼兮兮 哇 爸 你好懂呀 所以上次你去参加我家人会 是不是50块钱拼了块老历士来着 别胡说 就快就包邮 来 我进群 还有还有 我们班还有 只要吃了够快 减肥就有五瓜贪吃鬼 晚上不想睡 白天不想起的熬夜鬼 不到最后一天 绝对不节作业的拖延鬼 那我懂儿子 看来你每天都在和白鬼同行啊 对啊 所以晚上节什么呢 一点心理都没有 哎 对了 爸 那你准备cost什么呀 我 本色出演